掌声有请当事人 来 女士有请 我承诺 我在现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如有不实 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好 请您签上您的名字 请您说出您的诉求 我的诉求 因为我啊 我们家老婆婆公公婆婆有套房子 我按照我公公婆婆都去世了 我的诉求呢 我就想问问律师专家老师们 问问有没有我的妓子的份额 有没有我的妓子的份额 您今天是替您妓子来问这个问题的 对对对 这就挺奇怪了 一个妓母为妓子来询问房产的份额 这个在生活当中还挺不多见的 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我们还是坐下来聊一聊 陈女士59岁 北京人 求助类型 房产纠纷 刚才您在诉求当中告诉我们 是为了妓子的份额来的 对 那我就特别好奇了 先别说这房子是什么一个情况 怎么来的 我特别好奇的是 像您这么一个身份 您作为妓母 为什么会站出来 去替妓子来 去争这个房产的份额呢 因为呀就是说是我呀 来的时候是我跟她奶奶在一块儿过 我一直就是伺候她奶奶 我来了19年多了 我一直伺候她奶奶 伺候她奶奶12年多 因为呀我觉得就是说这家庭 老这样的话吧 过着不安生的日子 您也就是说 嫁在这个家里19年 跟这个妓子也相处了19年的时间 对吗 对 您来的时候 您嫁在这个家的时候 这个妓子多大年当时 18 19啊 成年了是吗 对对对 那照说一个成年的妓子 跟您这妓母相处 按照大家常人的理解 其实很难相处出 非常深厚的感情的 那今天您坐在这儿 想替您妓子来 争取一些份额 这个行为的本身就能说明 您跟妓子的关系应该挺好的 像一家人一样 对像亲儿子一样 就对这一个举动 我觉得我们观众 是不是应该给点掌声啊 我觉得一个妓母 做到这个份上 是不是觉得挺好的大家 在生活当中 这种现象不太多 所以就这一点 我赞上她 您呢作为后妈 这么积极主动地给 人家的亲孙子在争房产 就我在想 您确实是 要么您是特别大爱 要么您这背后 是不是还有您的想法 我没想法 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好 带着这个疑问 我们继续往下来 跟这位陈女士来交流 现在婆婆还在世吗 不在 公共是在婆婆去世之前 就去世了吗 对 那也就是两位老人 去世的时候 对着房产都没有留下遗嘱 对 所以现在成了 一家人的一个焦点了 对对对 你为什么说这个房子里 有您妓子的份额呢 因为我妓子是79年出生的 她出生之后 她这户口一直在这 那个完了之后呢 她是95年平房上楼房拆迁 单位都说这房子是按户口分的 所以说我的妓子95年平房拆迁 我应该有我妓子的份额 也就当时拆迁的时候 是根据这个房子里的户口 来进行补偿安置的 对 当时这个房子里面 有您妓子的这个户口在这里面 对 当时一共有几个人的户口在这里面 三个人的户口 三个人分别是谁呢 就爷爷奶奶 加上您的妓子 对 这个大孙子对吧 对对对 那您今天站出来 替您妓子来争取这个份额 我其实还是没有听太明白 真实的原因是什么 那我觉得作为爸爸 就是您的爱人 应该站出来说这事 为什么今天是您站出来说呢 因为啊 就是说是家里出现这事了吧 我爱人耳朵不好使 所以说他说 你求求咱们拦不走 他说你看我们老看你们的节目 他说你看 咱们不行找找律师 找找那个专家 给咱们看看 咱们哪什么呢走 咱们去问问去 问个明白 就说是啊 到底怎么着 就说是 那你们认为这个房子里 有没有您妓子的份额呢 我认为有 您认为有 对 您的公公婆婆都去世了 这个房子变成遗产了 对不对 对 那么他现在是要被哪几个人继承 这个房子也就会牵扯到这些人 对不对 我就说是 因为跟他人们在买 要是 和他人们在买 也会 要是 有没有 fund 和他人们在买 妹妹说啊 跟他哥商量 就说把这房子卖了 卖完之后 他哥就问他 这房子怎么卖啊 他说 他说那个 那个我小哥说了 31 3剩1 嗯 那会儿了 就说我们就 善赢老太太了 嗯 我伺悟的老太太 从我来了 进门两年 我们家这孩子爷爷 老头儿没了之后 我就一直就把我 我们家小屋子把我叫来的 我就说那什么的 小屋子把我叫来的 他说只能你俩跟我大哥 才能伺候咱妈呢 我们就过来了 过来了一直跟祭祀婆婆在一起 我们婆婆就说是 就从我们家老头儿没了之后 婆婆就一直贫血 住院我哪次都没拉过 就是意思是说这个 再怎么着我们也付出这么多 就说你说句好话 就说是啊 咱们那种没有 他说你说三一三成一 那你呢 他问他妹妹 他说那他三一三成一 我能怎么着啊 这里头这事儿呢 可能就因为我老上班 我就没怎么在家 从我爱人这么说 之后最后不知道呢 就来翻票了 由于一家人针对房产问题 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真是 我现在是在家中的 我很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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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 但是他说 他给他本人套在说 又怎么着急 帮他那个真正直 真是 他就没有在上班 我呀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律师就说有没有我的份额 就说是在这儿 明白 记者今天来了吗 来了 来 推一下话筒 那我想知道当时95年拆迁的时候 应该也只是成租房 那后来谁买的产权呢 产权房是我父亲 跟我姑姑和我叔叔他们三个人买的 比如说在我奶奶病危的时候 我姑姑跟我叔叔可能他那么意思觉得 老人马要去世了 这房子如果不变成遗产的话 他们可能拿不到份额 这样的话他们在我奶奶病危的时候 才把这房子俩人欣赏之后 背着我父亲买的这个房子 当时没通过我父亲 是买完之后拿到房本了 才通知我父亲 那您父亲不是掏钱了吗 是啊 掏钱了 那怎么没通过您父亲呢 是我姑姑给我父亲垫的钱 是这样的一情况啊 对对对 是我奶奶说通我父亲买这个房 然后我姑姑垫的钱就买这个房 好 我明白了 我问一下你爸爸确认一下 来推一下先生的话筒 主人你好 你好 当时是你们兄弟姐妹三个人一块拿着钱去买的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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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一个情况呢 经我吧 你在家吧 他们就说我弟弟出头去买的 当时花了多少钱 我们一个人吧 一万八 当时呢 我不知道 说他买了以后 说我妹妹给垫上钱了 看我说弟弟出院吧 也就是你弟弟和你妹妹一块操办的这事 对吗 对 那后来你有没有把这笔钱还给你妹妹呢 后来呢 我因为我头一次呢 我给了他一万 第二次我给 因为我也不满意 因为你们买房都不看了我 我不高兴吧 我就说我没钱 是吧 这样的话就分两次 我第一次给了他一万 第二次给了他一八千 当时买了以后房子写在谁的名下 我母亲的名字 写在你母亲的名下 对 推一下记者的话说 就是在这个房子到今天来看 您主张的是 还有你的份额对吗 对对对 你认为这个房子应该有你多少份额 这个东西说实话呢 我没有具体一个数字 嗯 因为我觉得什么呀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亲姐 而且我姑姑叔叔都有亲情 好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大家给我相对的补偿 我就可以接受 那么您的相对的补偿是 依据是来自于哪里 因为这个房子当时呢 在平房的时候呢 我从小出生 就跟我爷爷奶奶户在一起 嗯 这个从平房拆迁到楼房呢 当时的国家的分房政策 是含户口来分 嗯 比如说我爷我奶奶 家人我我们三个人 因为我不到18岁 没成年 就分了一个两居室 嗯 我们一些的邻居呢 就是像我这种情况呢 如果说子女成年了 到18岁了 嗯 比如说就分一个 就分两个一居室 是这样 所以说呢 我觉得呢 我当时分房的时候 我提供了 呃 说白了我付出了吧 算是 嗯 有我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房卖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有我的补偿 是不是还有一个因素 今天你的户口仍然在哪 对 我的户口在这 如果他们要这房卖的话 我必须要签户的 所以提出了你的诉求 对 说白了我的意思是说 你给我钱 买我让我签户口 是 而且我这个户口呢 还在学区房 而且在中介来说也说了 如果不签户口跟签户口 差一百万 哦 房子差一百万 差一百万 也说我这户口就值一百万 那么这个房子 你有没有考虑过买下来呢 我考虑过呀 你考虑过 提出来过没有 我提出来过 你向谁提出来过 我向我通过中介 向我姑姑跟我叔叔提出来过 那他们是什么态度呢 他们的态度说呢 因为我要买的话 肯定要价格偏低嘛 因为签了我户口问题嘛 对吧 不在户口卖五百多万 我跟他们说 我说我既然户口在里边 对吧 那得说呢 你卖外边也是四百多万 那你不定卖给我了 我户口就在这了 那他们的意思说就不同意 所以说也就是 那钱给了外人也会给我 那便宜不会上我这 僵持就僵持在这了对吗 对对对 但是他们宁愿便宜卖给别人 也不卖给你是吗 对对对 太子送自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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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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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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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有权人变成他奶奶之后 如果爷爷奶奶还愿意他继续住在这个房子里 他可以住了 但是他这个时候如果再说我有居住权也好 我有什么权也好 我觉得如果说这么清楚的话 那恐怕就真的是要由法律来裁定了 但是我认为他这种说法不是很有道理 似乎站不住脚 那穆老师您的观点一样吗 我基本上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作为咱们普通老百姓 可能对这种法律的术语不是特别明确 就是说住的时候呢 我就在这住着 我活也在这儿 我是不是永远享有这个居住权 在租赁房子的时候好像是应该有 但是在买房子以后 那房屋产权已经有确定明确对象的时候 其他人的居住是不是还是有权的这个属性呢 这个我们也想听听律师的 好 看到我们老百姓的确对这里面的很多法言法语 都不是很了解 所以包括这个继子以及他的父亲 都不是很了解这里面的问题 今天也向我们求助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的信任 但是落到了这个节目 录制到现在的一个坑决的问题上 也就是当年拆迁安置的这个协议 非常非常的关键 到底这个安置协议当中 是以户口作为安置的条件 还是以其他的人口人数 作为一个安置条件呢 我们其实非常想看到这么一个 当时的安置的 这么一个户口拆迁的协议 我听编导说您的先生 也带了一份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拆迁协议 来到现场了 来 我们掌声把这位先生和记者 一起请到现场来 来 有请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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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有这个概念 就是他们互通说我买了房以后 要卖这房我知道了 我觉得我儿子应该有 你这里头有个奇怪点 你这里头有个不符合常理的地方 你儿子有权利住在这个房屋里 从拆迁安置那个时候你就应该知道 你不可能说你儿子被安置了你不知情 你为什么等着拆迁之后 从95年拆迁到2000年之后再购买 长达好几年 你才突然一滩倒在瓜子 哦 我儿子有权利啊 这是不符合常理的呀老人家 当初像我们这个家庭啊 像咱们大部的家庭啊 那会儿房 谁也没考虑说这房女后啊 这房金钱呢 房卖房啊 工人呢 这也没这个概念 你再回避我的问题 没有这个概念 对吧 那会儿就说那孩子分的哪儿 他也分的房子 对吧 他分的那儿住一吧 对呀 所以说从飞房 你就应该当时就应该知道 但是为什么过了若干年 你才说我才想起来 就说现在我想就是说呀 他们要卖这个房子 啊 这 他们把钱拿走了 我也卖了 我这不上哪儿去啊 我不得这么讲吗 其实您的那一份文件里面呀 一个证明呢 是证明当时拆迁的时候 有两个工作人员 他们就是负责拆迁的 对吧 这个证据还是很很全面的 就是单位证明 当时这两个人是负责拆迁的 那么紧接着有一份证明 就是这两个人出具的证明 就是当时我们拆迁的时候 就是因为爷爷奶奶和孙子的户口在那儿 我们才分的粮食一厅给你们 对吗 这是您的证明里面 对吧 你们到底要的是所有权还是居住权 我就特别想问一下 你这几年一直住在那儿吗 我没有住在那儿 你从哪一年开始没有住在那儿的 我从09年吧 2009年就没有住在那儿了 2009年代我就在外面工作 的确你这案子是很疑难的 疑难的原因就在于这个目前工房 我拆迁享有的权利是什么 被安置人享有的权利是什么 房屋购买了 工房变成私房了 那么我被安置人享有的什么权利 法律规定是什么 争议很大 你拿着这个拆迁协议书 从法律上不能作为一个类比来判断认定 你是否被安置了 也就是说协议上你的户口在那儿 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没有你的户口 一种可能是用了你的户口了 两种可能性都有 但是从常理上用的可能性大 但是法官判案一定是要把这个户口 把这个拆迁协议调出来的 不能听你说也不能推定 今天把事情走到这一步 我觉得可能是一月份刚刚判决下来了 他父亲拿到了自己份额的这个房本 面临着小伙子一直住在的这个房子 可能要被其他人收走了 他现在就是没有地方可去了 一直都住在这个房子里 那好 接下来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我可能多多少少想获得一点 我觉得他是这样的一种心理驱动 然后他带着一种 可能自己预设了一定的目标而来 那我问一下您小伙子 就是现在的确是 是不是像邵老师所说的 您对于未来的预期也不确定 如果说姑姑叔叔们 看着给点就行了 也不伤害和气 对不对 也不上亲情 有个比例的问题 那这个比例你得告诉我 这个比例怎么说呢 我当第一次诉求的时候 我要的是三分之一的份额 三分之一的产权份额 对 这个三分之一是怎么来的呢 怎么来的呢 因为我觉得当时这个分房之后有一份嘛 就是爷爷奶奶三分之二 然后您占三分之一是吧 对 当时以这个来分的 那您现在是什么主张呢 我现在按照一个什么比例来看呢 这房子你们不要卖吗 我货在这儿 我们就少一百万 我货签头 你多拿一百万 那好 我不要一百万 你给我六十万 我签得 非常明确了 也就是现在 我为了配合你们把房子卖掉 你们甭管卖多少 对吧 你卖八百万 卖高了 你们得去 但你只要给我六十万 我就签不可走 是意思吗 对 真的非常好解决了呀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呀 录到现在提出了新的问题 我们可以带着这个问题 继续往下来推进 现在抛出了新的问题 六十万 到底这个六十万能不能达成一致呢 你回答我 如果你们同意六十万 这六十万里你们承担多少 他们俩不许三十吗 他拿他得三十的 我四十拿我那四十 也就是说他们每个人给十八万就可以了 那好 那就是你刚才说的 他们每个人给你十八万就够了啊 你只拿到三十万就可以了啊 如果叔叔和姑姑同意了 你的户口怎么处理 我签走啊 什么时间签 卖之前签 对啊 还是卖的同时签 卖的同时签 带着这个先生的新的诉求 我非常想知道 叔叔和姑姑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我们还是现场来连线一下 会 Thought mag 我肯定呢 让你们都给 dir 我还부 Сергал 对那些好 你可以 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是要考虑到亲情的一个现实情况 另外一个毕竟当年可能我们也看到一些历史资料 当时安置里面也考虑到居住权的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是一家人的这个基础来考虑这个问题 是不是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呢 我们不卖了 我再跟您说一遍 我们不卖了 他只要要补偿 我们就没商量 但是我是觉得 您毕竟是作为姑姑嘛 而且他的继母 之前跟您关系也特别好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 什么 所以呢 原来拿着当亲儿子 他拿我当什么了 那他自己拍娘进去问你了 我心已经死了 您干了 没商量 非常坚决 看来这个是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我也不知道 你们到底之前 有过什么样的恩怨 导致到今天 这个话出来以后 反正我听不到 任何的亲情 以及任何有空间 有弹性的 这样的一个余地 那么我接下来 再听一下你的叔叔 看看他是什么样的 一个态度 是什么样的 你的恩怨 听到说 你就是怎么说 是什么样的 但是你就是这样子 我代理你 是这种人 我代理你 对你 是什么样的 这是你 我代理你 帮你 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 你 怎么想的 是什么样的 我代理你 你 我是什么样的 用人 来 我代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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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我们早就抗计了 他说我们反复好几次了 当时我母亲带着说 就是要把这房子买了 我说我们三个出钱买的 好 那我给你确定一下 你们三个人出钱 是你哥哥当时当着你们的面拿出钱的吗 还是说你给你妹妹先把他的钱垫付 然后再拿钱出来的 是垫付的 他不可以买 他想留意 所以他想不错那房 好 你母亲最后的时光是不是一直都是由 您的哥哥和嫂子一块伺候的 不是是 我母亲没有人伺候那儿 我母亲是最好差的 您这话说的不公正了 再怎么着 老人在去世之前 肯定还是有一阵是需要人的 那那一段是 其实我这一系列的问题问下来 就是要一个明确的态度 看来不管我用什么方式 都要不到一个明朗的态度 非常遗憾 那么我们也觉得很可惜 这么一大家子 把亲情作为一个赌注 来对于这样一个房子 到目前为止还是很难的一个 是的 我就想说这一句 说到这的时候我看到 这位女士一直在留言的呀 特别寒心对吗 我太有委屈 她弟弟说这话 真的我太有委屈 我这么伺候她妈 十二年多 洗屁股 洗脚都是我 她弟弟说这样的话 不是你为她定了那直吗 真搞道 你真不知道 救了个弟弟 她也怎么说那么白的 人家说什么呀 其实这样 我妈走的时候就我们俩 还有我一个妹妹 我妈走在这儿 脑子里面 你怎么听完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我妈上两个人 我跟她走 我妈上一回 你怎么看 我妈上一回 我妈上了 你怎么看 那我不是我妈上一回 我妈上一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好 主持人 我想问一下这个现场这位小关先生 刚才您在现场听到您的叔叔和姑姑 他们在谈到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态度 我估计您听了以后是有想法的 我想问问您 如果换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就像叔叔和姑姑都提到的 如果我们之前能够把这个问题做一个协商 好好去讲 或许可以不通过法律诉讼的这个程序 来解决你们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 您当时是不是没有做到这一点呀 他还没跟我谈呢 您能不能主动地去跟姑姑和叔叔商量一下呢 我没法商量 因为我知道他在人品 这个问题就在这儿 我们的结论就已经出来了 孩子你记着 你这个态度已经把谈判的大门给关上了 对 那么我也想透露一个信息 在我们编导介入采访的时候 采访到了这个姑姑的态度 其实并不是像今天电话当中听到这个态度 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当时姑姑是怎么说的 你好 我请关 谢谢您 这个关心我们家的事 我就真的我就心里的 就有气 你知道吗 真的我就不愿意设计在这些事情了 无路何走跟他们家 你知道吗 我母亲走了五天呢 您说如果说 我们家的事情有好乱的话 为什么非要到法院去 真是心情什么都没有呢 你知道吗 他们家就是 现在就是一门金子 就是钻在牵牙里 我母亲去世以后呢 是 我这还有一个哥哥 如果我没有这个哥哥 我就跟您说呀 我想我都不想这房子的事 它毕竟是我哥哥 是吧 他又是我儿子 是不是 当时呢 我就说呀 我说哥哥 我说呀 父母都没有了 咱们就看着 又咱们老哥儿家了 咱们就别为这点错房子 再争议哥哥了 你是大哥 我们真的我们都觉得 你很辛苦 是吧 我们也愿意 就多给你一点 他根本一句话 就听我 后来我二哥脾气也很高 他说那干的咱们就那什么 哪儿公平 咱哪儿说去吧 后来他就说 那行 你告诉我吧 后来我就问我大哥 是不是你儿子得不到补偿 这房子卖多少钱 你都不能签字 他说是 我说那就不用说了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呀 这段录音呢 大概我们能听出来 姑姑试图作为中间人 来调节哥哥和弟弟之间的这个问题 甚至他都做出了高姿态 说少拿 但是我不知道这段录音师 在什么样的一个氛围下说的 可能他的表达 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考虑在里面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佐证 来了解前前后后的这样一个变化 接下来呢 对于这个家庭的全部情况 我们已经非常了解了 对于小关以及爸爸和妈妈的这样的一个诉求 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 可能谈亲情已经没有太多机会了 因为双方都已经把这个门关上了 还真的不仅仅只是叔叔和姑姑关上这种门 那么小关的门也已经关上了 那么好 如果说关上了亲情这道门 在法律上 我们接下来 到底有没有他的份额呢 这个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去争取 或者是能不能争取到呢 今天也是他们来到节目的一个诉求 说身边案例 您法理情理 下面进入我们的律师合一环节 陈女士丈夫的弟弟和妹妹坚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 另外的一个就是说 关于他们的共同共有的 关于这个房屋买卖的时候的处置的问题 我觉得这一块要不然我来讲 对 可以 其实中间还引致多一个法律点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那个居住权人不同意 那么其他人卖的这个买卖特种是否有效 其实其实大家老百姓对这也是有疑问的 就是牵扯到居住权的我可以多说 牵扯到房屋共有买卖的你可以多把握一下 说身边啊 礼民法理请礼 下面进入我们的律师提议环节 首先这个居住权的问题啊 我刚才解答的时候实际上我说过 我说这个问题真的是比较疑难的 北京高院关于这一项 其实原来有一个明确的司法解释 它的名称就是北京高院 给这个北京二中院的民医厅 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北京二中院民医厅收到了一个案子 就是父亲起诉儿子儿媳妇和孙子 要求他们腾退房屋 因为这个房屋当时是回签安置的 国家给的福利房屋 父亲领着儿子一家住在这个供房里 后来父亲把这个房屋购买了 父亲就说我是房屋的产权人 我想有支配这个房屋的权利 请儿子一家给我走人 那么法院是这么答复的 没有权利让他走人 理由就是北京的工房的乘租和房改 它是一种 并且是最后跟中情访的 空之后 结论 opinion 我们 听ε 大家 这 北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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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